大家好,这里是综艺茶室 我开淘宝店铺卖茶叶的时间差不多为一年多两年了 我自己作为客服每天都接收到大量的茶友提问 比如说茶叶的储存方式 茶叶的保质期到底是多久 虽然我之前有出过这些相关的茶知识视频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来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茶叶的正确储存方式 先给大家看一下陈列柜都有哪些茶叶 什么茶适合放的陈列柜以及常温储存 最上面这款是张瓶水仙碳背茶 所以这种茶是需要常温储存的 我们不需要放冷冻冰柜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款是礼盒型的 礼盒茶就是这种样子的 里面就是放一泡一泡的茶叶 这种茶我们第一是用木盒装 第二里面每一泡都有独立的包装 所以我们直接放在常温 放在外面储存就可以了 没必要太多的讲究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二排的普洱茶或者是白茶 像普洱茶跟白茶如果是饼茶 比如说像这种茶饼 我们喝到一半 起码这是起码的要有个密封袋包装 然后密封袋里面也有一些好的密封袋 跟便宜的密封袋 什么意思呢 如果最完美的密封袋就这种密封袋 这种里面是铝的还是锡的不知道 反正这种密封袋是非常的厚 外面是纸质的 这种就非常厚 然后这种密封袋就偏薄一点了 这种是 这种密封袋的话放两三个月 三五个月 一年之内都没有问题 但是像这种厚的密封袋 基本上能放个三年五年的保质期 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密封袋越厚越好 因为像这种薄的密封袋 而且是透光的密封袋 它对温差的 也就是对外部温度的反应是比较大的 像这种厚的密封袋的话 它就对外部的温度 温差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我建议大家买的时候 就是说家里搭配一些密封袋 买一些厚的密封袋 然后就是第三排小清杆 小清杆我们是礼盒装的 然后这种小清杆放常温就可以了 直接放在柜子上 不要跟一些有意味的东西搭配一起放 然后这边就是我自己平时的自己喝的那种样品茶 像样品茶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里面放的乱七八糟茶叶 像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张瓶水仙碳背茶 像这种茶的话 给大家详细看一下 像这种茶如果这种只带包装的话 这种塑料带包装的话 虽然也有密封你们看一下 但是这个密封袋太薄太薄了 如果直接放在外面 像这样子放在外面 那是不行的 基本上几个礼拜 它就是受外部的温差影响 就会影响品质了 然后呢 我就把它放在罐子里面 因为这个是铁罐嘛 然后又套一个密封袋 如果直接茶也放在罐子里面 也不行啊 因为罐子偶尔难免会受潮 水汽的潮汽啊 就是水汽会影响 铁罐的话也比较光滑 很容易吸附水汽 所以里面还是要套个密封袋 然后呢 还有一个罐子里面是什么茶 茶就要给我寄的凤凰丹虫芝兰香 还有一款是 是巨朵仔 巨朵仔 像这种凤凰丹虫 巨朵仔也好 芝兰香也好 像这一类的密封袋啊 太薄了 这种清火的茶 或者是清香型的茶 也就是它碳杯的火供非常低的茶 尽量早点喝掉 像我这两款茶 放在那边都忘记掉了 所以这种茶基本上保质期 打引号的保质期啊 保质期差不多是一年以内就要喝掉了 清火的茶就是喝它的鲜爽 所以像这一类的茶 我们尽量要早点喝掉 然后要两层防护 就至少要铁罐 加上里面一个内袋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七七八八一些乱七八糟的样品茶啊 就是偶尔自己喝的也有 偶尔厂家寄过来样品茶也有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像这种牛皮纸的 牛皮纸的是最好用了 还有这种吸膜纸的拉链带 这个我放的是凤凰丹虫样品茶 像这种保存方式是不对的 不对的因为第一呢它的它的密封性不好 第二呢就是它的保存方式也就是保存了这个塑料袋太薄了 太薄了一点啊 这个茶像这种茶的话尽量早点喝掉 不适合长期储存 像这种的话半年一年最好喝掉 不喝掉的话很容易很容易创味或者是很容易发生口味上的变化 没变的话是不会的 但是口味上的变化是会的 因为袋子太薄了很容易受外部的温差影响 那如果这款白茶的话就保存得非常好了 用这种用这种牛皮纸基本上保存3.5年它就会 口味就会转化了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茶 这边的茶也是礼盒装的什么礼盒呢 这个是九龙科漏柜 九龙科漏柜也就是盐茶里面是盐茶 盐茶的话所有的盐茶直接常温储存就行了 像这种礼盒装的它的保存方式呢是更完美 更完美所以你放在架子上 因为外面还有一层塑料膜嘛 你们看一下 然后里面又有盒子又有泡袋的 所以这种储存方式常温放在柜子上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再换个方向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都是一箱一箱的茶叶啊 如果你们家里茶叶多的话 如果要储存这种一整件一整件的茶叶 那首先呢我先告诉你一定要纸箱啊 一定要纸箱 我们这纸箱都非常厚啊 起码有快一公分左右那么厚度了 然后呢如果你是储存茶叶的话 最好下面要垫个泡沫 你们看一下我这里面都是茶叶啊都是茶叶 然后呢下面全部垫泡沫 垫泡沫垫起来 因为怕受潮嘛 然后呢这个就不是这个放纸箱呢 这个就是放茶叶的 放茶叶的垫个垫个垫个东西啊 然后上面全部都是茶叶 这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有一箱有半箱啊有半箱 这个什么茶呢 这个叫白蚝银针 给大家看一下拿出来 现在很多人喜欢囤一些白茶散茶 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建议大家囤散茶白茶 囤饼茶的话 后期没有散茶的口味好 同样的时间同样年份的话 这款白蚝银针有三层防护 第一呢是纸箱 我们这么厚的纸箱 就纸箱的作用就是格勒防潮 第二呢就是这是个塑料袋 第三呢里面是一层这种 这种吸的塑料袋 还是铝的塑料袋 为什么要三层呢 因为茶叶第一呢是最怕 最怕受潮 第二呢茶叶最怕吸味 还有一点很关键的 如果你家里囤白蚝银针也好 或者是任何白茶或者散茶也好 你们要喝多少茶拿多少茶 比如说你这一箱茶也有十斤 你准备喝两斤 那就先把两斤给拿出来 你不要十斤里面偶尔翻动一下 开箱或者是开袋 拿个一泡茶喝一下 那偶尔又拿个 那十斤茶你要开一百次 或者是两百次 那你这剩下的茶就完蛋掉了 这个柜子的话 基本上茶叶都卖空掉了 你像这种小青干的话 直接放外面其实是不行的 要找一个箱子 或者找个袋子把它储存起来 因为小青干这种茶叶 它味道很重啊 味道很重 它很容易走位 那这种茶叶不异于长期的接触空气啊 你有就算有个小塑料膜也没用啊 因为它毕竟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大 素料膜太薄了 然后呢像这些 像这些小泡小泡的 那这种是常温就可以了 这里面装的是盐茶 哦还有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样品茶 比如说黄金叶就白茶的样品茶 这个都是送给大家的 就很多很多茶 又买我们家茶的时候就送给搭配一泡 送给大家的 像这种样品茶就早一点喝掉 不要不要储存太久 因为样品茶它本身量就少 越少的茶叶它储存越麻烦 尽量早点喝掉 然后呢这个就非止效 非止效像这种茶叶 常温红茶 正在小的红茶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然后呢放陈列柜啊 或者是不要放在有异味的地方 然后什么茶叶需要放冰柜冷藏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储存不对的 像这个储存不对的 不过这个我自己喝的 就剩一点点茶 我近期都会喝掉 这个是张瓶水仙茅茶 非常的好喝 所以我自己喝的倒无所谓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茶 张瓶水仙清香型的 还有铁观音清香型的 然后还有 还有比如说湿茶 我给大家这个柜子也看一下 比如说像湿茶 或者是像绿茶 比如这一箱里面就绿茶 里三层外三层包的好好的 这个就是灌砖的绿茶 比如说像铁观音湿茶 凤凰丹虫湿茶 还有这几年有大红袍湿茶 也就是盐茶湿茶 都要放冰柜冷冻啊 是冷冻啊 大家如果没有冷冻的条件的情况下 那只能冷藏 也就是比如说一到五度的冷藏 那是实在没有办法 那你只能冷藏 大家记住啊 只要是只要是绿色的茶 就茶汤颜色泡出来绿色 或者是含水量 比较多的茶 比如说绿茶 所有的绿茶 龙井啊 西湖龙井啊 还有黄山毛风 这都属于绿茶 还有铁观音啊 基本上都要冷冻 还有脏瓶水源清香型的 浓香型脏瓶水源是不需要的 还有就是台湾的离山茶 很多商家说台湾的离山茶 不需要冷冻 常温就可以了 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必要冷冻 我自己对离山茶 或者是台湾任何的乌龙茶 我自己的理解是一定要冷冻 没有冷冻的条件冷藏就可以了啊 然后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还有个小知识吧 给大家讲解一下小知识 很多茶友啊就泡茶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一下 比如说这是个盖网啊 大家每次泡茶之前是不是都要洗一下盖网 或者是用开水就是沸腾的水 先温一下杯 杯子里面有水汽 像这种散装茶 不要直接对着杯口直接倒进去 因为水汽往上冲 然后你的水汽就会跑到散茶里面去 就会影响整袋的茶叶 最正确的方式是 拿一个小铲子 然后用手铲里面的茶 然后再放在盖网里面 第二点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 这是一泡散茶 把袋子打开用手抓 很多人不经意之间啊 特别是这种半斤装的 或一斤装的茶叶啊 你用手抓的话 你首先要确认 你手上有没有味道 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啊 或者是男士 手上有香水味 或者是花露水的味道 或者是男士也好 女士也好 手上有烟味 然后你用手去抓茶叶的话 很容易创味道 你如果有烟味的话还好 因为你烟味不是很重 特别是手上有香水味 花露水的味道 那基本上你抓一次啊 那你整袋茶里面都有 都有香水 或者是花露水的味道了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感觉这期视频太长了 因为想讲的东西 或者是想要注意的细节 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每一个点都想讲 包括还有很多没有讲的 因为时间原因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 或者弹幕帮我补充一下 我还没有讲到的知识 或者是我讲一些比较错误的知识 可以帮我纠正一下 谢谢 谢谢 一会儿